Hello 大家好 我是夏苗燕 祝大家中秋節快樂 Hello Happy Mid-Afton Festival This is Dr.Serena And here I am With Dr.Rebecca Lee 和李樂施博士一起吃這個中秋節晚餐 主要我們很多時候都會聚首一齊 之前夏苗燕也有和李博士一起合作過 我在他四萬多張在極地探訪的一些照片 我就用一些動物的生態做我的壓花作品 例如這一幅我剛才看到 就是極瘦瘦的極地熊 另外一幅是我參照他在1985年 拍攝的企鵝爸爸媽媽 有隻雞蛋 我也是用了壓花去表達到這個家庭 是多需要溫暖和愛 希望大家去愛護他們 當你去到這些自然生態裡面 要愛護這些動物 就不要亂弄壞了他的大自然生態 在極地的熊 牠們都是很可憐很瘦 因為牠們找不到食物 So I collaborate with Rebecca Lee Dr.Rebecca Lee previously using her photo in the North Pole using the skinny polar bear and also the couple of penguins to do my press flower art refer to her photos to highlight the importance for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李先輩と一緒に抽象祭り晩御飯と食べました 先輩は有名な北ボケ博士です 彼女4万枚写真の中に 北ボケ熊と penguin流線の写真カラー 私は押し板の作品を作りました デーマは半球方法の左右性のために 殺速されました このように私たちの中秋の中央の日々のお祝いを 楽しみに とても幸いです 私は日々のお祝いに